苏拉颱風行程 柑橘、酪梨果農 预计8月底9月初 就要开始进行农作物采收了 而颱风行程让不少农民很担心 刚好他们赶在下周 苏拉颱风来临前要赶快提早采收 希望可以躲过颱风可能带来的危害 墙台苏拉目前距离台湾约有500公里 气象局预测 颱风将从东南部登陆 几率非常高 花林地区的果农非常担心 因为目前的柑橘、酪梨等作物 有的才刚刚结果 有的必须在下个月才能够采收 但颱风一来 必定会出现落果的情况 一旦风雨变大 出现果树倒幅的情况 果农整年度的心血就要白费了 风一定会造成这些果树、果实的落 它会掉落 那雨会造成土壤的湿度过高 再来是日照降低 那相对的在整个成长期采收前 对整个果实的影响 甜度、品质都会有 那如果你的风跟雨再大一点的时候 势必会造成落果 那落果的情况下是还好 如果更大的风雨来的时候 整个植物、植株就会被吹倒 吹倒以后 这一整年来的心血就没有了 气象局预测 输拉台风将在8月30日、31日影响到台湾 而且可能从恒春半岛登陆 若是台风夹带强风大雨 就会影响到果农的品质 墙风则会造成果皮受水影响 所以果农是非常担心台风的进入 记者凌杰收风箱采访报道